鳄鱼跟他武器兑现过不要单杀了 这个版本武器跟杰斯是两个让我头大的英雄 这把就搬了个杰斯 杰斯玩的英雄感觉比较少 玩的能比较少 他这个版本加强了 但是玩的人还是不多 武器太受众了 受众方面太广了 卡平A了 妈的这个人处理得好好啊 他一直在镜草卡我视野 我这个眼如果用去插草虫的话 我很容易被塞拉斯干渴 因为这个猴子他就刷下 塞拉斯在下 抓怕被塞拉斯抓 我就没有插草里 加个E 不是 卡了吧你是 他发生了 你怎么这么凶啊 吓死我了 我去 这么凶啊 鬼鬼 这就是这个版本的武器啊 凶惨 真的凶惨 太无解了 这个兵线还是不太好 还是推出去 得碰一下 这个兵线还是得退一下 因为是我们加之波小兵线到塔前的 就这个兵线一定是往外面推的 哎呀我兵线要被卡了 哎逼了逼了 这个武器他要闪 那不没叫闪 南博要帮我推线吗 南博帮我推下线吧 可以 哎 走走走 鳄鱼来了 鳄鱼来了 不是他怎么还要卡老子线啊 不老是武器干嘛 走了 这个兵线他强卡不了 如果且这边出来推 如果这个南博来帮我推这个线很舒服 他不要帮我推这个线 我要亏闷 要亏一整波兵 武器大师 你直接叫超模大师 纯他妈超模 前车之间 他的兵线没有处理好 这个兵线要往我这边推的 他没卡好 哈哈这兵线出来了 华操 这南博这么高伤害啊 我该怎样继续前行 得注意他现在有个闪现 上不他杀我没叫闪的 我已经流浪了 我还想约他擦了 我也想约他擦了 我的双手 沾满了醉意 空线给他上压力了 这麽塞拉斯在下着 很安全 来吧 来不来钢 他这不钢不了我 他好像要取回到试锅子 直接推线了 推线逼了他去河道吃锅子了 慢慢补兵我撤了 出稳点的装备 今天加班吗 对今天加班 然后晚上就不来了 今天白天出去玩一下 出去玩一天就休息一天 加班 顺的话可以小通个消 看排队时间快不快吧 半夜排队有点慢可能 看他逼不逼他逼的我就推线 不逼我就继续控 担保来了 担保开大 交散了 没大到 啊 卧槽 下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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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哈人 给我个助攻 我刚打到塞拉斯那个 EAWQ 收 这总能收了吧 9分钟i15 1-10 能不能收的 欸 欸 拉扯 这就是这么多 这就是这么多 等一下这不得等个大招 他的大招CD我记得是比我快的 得等个大不能着急这不 他没闪现没事 跟他保持好记忆力 我大招好了弄死他 先让你凶一会儿 好凶啊他真的好凶我敲 这个版本武器太凶狠了 这每波都很哈人啊 说实话这两波都很惊险啊 感觉 武器跟杰斯有一属于 这两个英雄下个版本得削一下的 不削没法玩 下个版本死亡之五 还要削 就中后期遇到这 打这些英雄前期 都有压力了 中后期这种英雄都更不知道怎么处理了 武器后期中后期多厉害应该都懂 杰斯的话其实中期也很厉害 杰斯中期金石还有魔中两件套出来也很猛 这两个英雄是我这个版本最不想碰见的 巨蓝打 就虽然这把打过了 但是是他六塔没处理好 是我处理的好吧 第一波说实话他处理也只能那样处理了 他第一波三级越过塔我处理得太好了 没处理好我死了 就跟兵线那个兵线我直接就没法玩了 两波兵线进塔我死的兵线还要往外面推 我给机会了 我感觉我可以v2啊 7级的萨加斯来了我直接8秒了不就得了 光辉,光辉哪去了?光辉不会来吧 我现在打两个是没有问题的 南宝能不能来看一下 我去一天东西 真狠 没二道吗?这个女警是不是交闪了?我估计是交闪 简单,直接探索 武器去捏暖身子去了 武器杀一滴还是随便杀的 对不起 CG鞋 跑了